之前成功登陆钓鱼岛的保钓船起封二号 星期三返回了香港 受到大批市民的欢迎 船主坦言保钓船抱着不归来的决心出海 并批评了中共打压保钓行动 凸显其政权的怯懦 在这七名保钓人士的起封二号 在下午两点多慢慢驶入维多利亚港 并停靠在金沙贼码头 受到大批市民献发欢迎 船主罗勘就表示 自2009年起 保钓船遭到特区政府七次拦截 水警及海事处人员 24小时揭示保钓船 而他们今次出海市抱着不归的决心 我们这只船应该是不归路的 因为我们出发没多久 我们爱了救命 就是我们没水 然后不够 这个我在这里 向我们不知情的兄弟 同时 我们真的遇到一只船不回来的 对于中共当局打压民间保钓行动 并限制传媒报导 罗勘就认为 这证明中共政权的怯懦 保钓行动委员会计划在9月18日发起全球保钓大游行 并将在10月初买次出海宣示主权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导 麻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